大家來看到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呢 現在是已經來到苗栗這邊來進行車掃 那現在呢陪同的是立委候選人曾文學 旁邊呢其實也有非常多的支持者 其實已經來到現場 那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這已經是賴清德今天第七個的車隊掃機行程 也就是等於輔選第七位的這個立委候選人 現場呢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神奇上面的看見有一點點疲憊 但是呢也是持續的來最後階段拼路戰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後面有非常多的支持者 也是在現場來舉起他的牌子 來看現場聽眾 賴清德 東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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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其實這個苗栗選區呢 對民進黨而言一向是比較艱困的選區 所以今天晚上其實賴清德還會持續的 來到苗栗來進行造勢晚會 小早的時候也被問到 就是前總統馬英九講到說 兩岸關係要相信習近平 這句話賴清德是怎麼回應的呢 帶你來聽 賴副怎麼看馬英九接受外媒訪問 說要相信習近平 你覺得習近平可信嗎 馬英九說兩岸關係要相信習近平 當然不可信啊 當然不可信 而且侯康現在還切割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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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聽到賴清德回應說 習近平當然不可信 那他也是表示說 其實在最後階段 也是希望透過這個評論戰的方式 同時也要訴求民主 那以及呢是告訴大家說 應該要選對的人 以及選擇民主不應該來唱和中國 不可信 因為 關排 馬英九 感谢观看